我們來看看中國現在的北戴河會議之後 氣氛還是蠻奇妙的 等一下聽專家來分析一下 但是中國今年的第二季GDP大概是0.3% 今年一整年可能是飽三無望 為什麼呢 天宮也不作美 成都現在下大限電 要關戶外廣告照明 紅綠燈也不亮了 地鐵也要節能關燈了 同時這個整個四川工業用電戶 停止生產六天 我的天啊 就是因為沒有電喔 停止六天生產 成都許多辦公道樓被要求停用中央空調 40多耶 根本有人用中央空調 百貨公司關閉冷氣電幅梯 太古裡知名的裸眼3D大螢幕 也暫時停止使用 到底情況有多麼嚴重 好我們來看 他們光是清零就已經是使得經濟受到很大的壓縮了 好現在呢來看長江水位降到61年來的新低 重慶湖北高溫達到或超過攝氏44度 44度耶 然後不能開冷氣 好這個熱浪導致長江出現了迅期反枯的現象 所以說現在是迅期 應該是要水量很豐沛的 沒有反枯了 那麼這個所以長江現在是斷流 有出現斷流的狀況 主流洞庭湖北洋湖水呢 比平常往年同期大概低6公尺 三峽水庫是很大的一個水力發電的一個中心 現在只剩下135公尺 比起正常的蓄水量低了有40公尺之多 所以呢 鴻海集團富士康成都廠區停產到20號 國有發電設備製造商東方電器 從13號開始停工了 電解鋁生產商中福實業 有兩間位在四川子公司的部分產能 14號開始停產一周 不只是四川 包括浙江江蘇安徽重慶 出現電力供應不足 重慶呢17號開始擴大工業用電限電到24號 這個江蘇浙江製造業者表示呢 現在處於一半開工一半停工的狀態 什麼意思一個禮拜七天嘛 可能開工開個三天 或開工開個四天 這就是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狀況 那麼水到底有多少 這個83萬人現在呢 6個省份83萬人狀況是蠻為難的 自60年來一遇的高溫 這大家看一下 這是重慶的嘉蘊江 你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你叫做河井第一排 多漂亮對不對 這是原本的樣子 現在變成枯竿的這個第一排 這個嘉蘊江現在是可以騎摩托機的 已經不用再坐船了 江西的柏陽湖 水體面積剩下803平方公里 少很多 這是柏陽湖的樣子 這是柏陽湖的古蹟 叫做洛星敦 本來是長這樣 現在全部都沒水了 觀眾朋友 都沒水了 這是洞庭湖 洞庭湖 7月14號漲漲漲 還有水的喔 過一個月而已 才一個月那個沙洲都露出來了 江西廬山的秀峰瀑布 本來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小小一個一點水 那剛剛講到了四川縣電令 15號到20號呢 就是要讓電漁民 所以大工廠都必須要停業的 敏鳳 這個中國現在天災人禍奇聚集 這一會兒的GDP真的 現在不提數字了嘛 對不對 這個習近平你說不提數字了 不過李克強有開會了 有告訴大家數字 他的數字是很可怕 就是說他整個召集 在北戴河會議以後 召集整個經濟會議 那經濟會議裡面 他舉了幾個省 廣東 浙江 江蘇 山東 河南 跟四川 這六個省的 地方財政 都陷入負成長 總共負成長多少呢 1.58兆的人民幣 你看這幾個省 都算是大省 結果他整個地方的財政 都成為負數了 欠了1.58兆的人民幣 你說這經濟怎麼活 然後根據最新的統計 就是說有一個 有權威的一個經濟學家 他有 在中國有評估 在2019年 是六省一市在養全國的中國人民 就是包括這個 上海 江蘇 浙江 山東 天津 遼寧 這些省 他的收入只有這些省是正成長 大概有600億到1兆左右 那其他都是負數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在8月4號在左右 在軍演的時候 我有一個大陸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大陸的朋友對於這個 所謂的軍演是兩樣情 在廣東 福建沿海地區 是罵死了 就說你幹嘛搞這個軍演 把我們經濟又搞得更壞 然後在北邊的這個省份就無感 就好棒棒喔 這個可以威脅台灣 那你就知道說 整個中國在這個經濟發展上面 它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所謂的不平衡的 這整個南部 本來是六省養全國 六省一市養全國 現在這六省自己頭上也沒了 更不要說上海 對 那你本來就在南部的地區 它的經濟狀況還好 可是你搞軍演的時候 全部這個經濟活動 也都在停止中啊 然後就害到自己整個 在南部的這個六省份 所以沿海地區的軍民呢 對於這個中國這個軍演 是罵死了 那整個地方財政 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上次那個什麼 很多村鎮的銀行 這個沒有錢 就欠人民錢 然後把它凍結這些 你就你這個狀況發生 你通常是會要黨的 國家的中央銀行下來支援 可是你因為你中央的整個財政 都出現非常大的漏洞 所以你這些村鎮的銀行的這個缺款 根本沒有辦法讓這個中央的這個銀行下來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經濟的情況 然後李克強 那個誰 副總理那個女的 最近公開道歉 公開道歉 說我不該清零的 清零已經導致中國的經濟的情況 慘到一個情況 過去中國經濟數字都是公布的 我要增長百分之六 他們嘴巴講清零 他們現在從國外回去 清零就是偷偷的開放了 只是嘴巴不肯鬆口 因為實在太慘了 那所以以前都講 號稱什麼百分之六%的這個 經濟成長率或怎樣 現在都不敢講數字了 搞不好依照這些 這個這幾個重要 這個縣市高達1.58兆的這個欠款來看 經濟成長可能是負面的 六省一市如何養全國 我前幾天看到那個謝金河一篇文章嘛 他就說那個台波的董事長 在台灣罵政府罵的蠻厲害的嘛 這一會兒停電 中國停電影響他多少產能 他倒是一聲不吭了 我想要請問一下司剛啦 目前你所瞭解到的台商 還在中國經營的 現在狀況怎麼樣 基本上他的第一個 因為清零政策 卻讓大家動彈不得 包括一些人流的往來 然後甚至一些國外的業務等等 其實坦白講受到很大部分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以目前來說 因為他為了面子工程 他在二十大之前是不會 放棄所謂的清零政策 但是有可能二十大之後 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很多的在當地的外商 也要測 那些測掉 其實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第二個 我覺得現在他們境內 最大的問題 是很多房地產的問題 很多的房地產的工地 現在因為貸款出現了問題 然後這個開發商 沒辦法貸到出購的款項 所以工地就停止 因為他們也一樣 面臨著缺供缺料 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這個原料一直不斷的上漲 所以很多開發商貸的款貸不了 所以很多的這個爛尾樓 或出現蓋房子蓋一半就不蓋了 然後很多人就買預售屋 那你就不繳錢 不蓋不繳錢 那就會形成很大的民怨 所以好像在初步統計 他們全國有三百多個城市 都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他們內部一個定時炸彈 因為這個金融跟土地開發是聯動的 是不是從這一陣子開始 就是爛尾樓事件開始停帶風暴之後 台商現在對中國其實 有些人想要走 但是你走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很多的生產基地在那個地方 你只能說我覺得慢慢有一些像移轉 你像富士康 他有些就慢慢移轉到越南去了 慢慢做一些移轉 所以對於台商來說 怎麼樣再進行一個第二生產基地的一個擴充 變成一個大家在討論一個課題 那當然是報案在東南亞也出現到 東南亞的工資也在上漲 像越南的工資 坦白講這兩三年漲得很厲害 該漲就要漲 台商不要老是養太便宜的老 對那因為 所以我們的台商不能夠仰賴低工資了 要往那個高收益成本來看 謝謝你 幾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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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